第六节 伯古的人 伯古 原名秦邦县 江苏无锡人 生于1907年 秦家在无锡算得上是旺族 但伯古的成长环境并不好 九岁丧父 家境清寒 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 只是教育并没有落下 他性格沉静 喜读古文 自取别名伯古 沉静的外表下有一腔热血 经常写文章评论时政 武萨运动爆发时 年轻的伯古又是写文章 又是上街游行 又是搞募捐 相当活跃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在共产党内部 他的资历相当浅 因为有知识 被派往莫斯克中山大学深造 在那里他遇见年长三岁 早去一年的学长王明 伯古和王明 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 都是才自行的人物 在中山大学里 他们学到了同样多的理论知识 一起背了很多教条 而且他们都对理论很痴迷 所以他们的共同语言很多 成了好哥们 搞革命的要走到一起 好哥们就升级为战友 伯古和王明的战友之情 通过两件事升级 第一件事 在王明支持米富的过程中 伯古支持王明 成为王明28个半部尔士维克之一 并且是核心人物 第二件事 回国之后共同反对李立三 王明开会时挑战李立三 伯古跟着王明干了同样的事 李立三让王明留党查看半年 同时严厉警告伯古 小心点 李立三完蛋之后 王明和伯古都成了反李立三的英雄 米富把王明扶到一把手的位置上 王明取代瞿秋白 成为助共产国际代表 中共中央也得有人看门对吧 就想到了好兄弟伯古 1931年9月份 伯古成为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 一把手 当时的伯古创造了两项记录 第一 当上临时中央负责人时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是直接跳上去的 第二 当时还没过24岁生日 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 被尊称为中央的小伙子 如此记录 前无古人 估计后也不会有来者了 1933年 伯古带着临时中央 前往瑞金 成为中央苏区名义上的一把手 年仅26岁 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组织经验与战争经验 甚至连领导经验都没有 有的只是满脑子的理论教条 理论教条没问题 写写文件啥的也可以 问题是 做到最高领导位置上发号施令 就有点困难了 当时的博古 那是压力山大 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 根据头脑中的理论 首先要塑造一个反面典型 给大家批判 选谁呢 只能是很另类的毛泽东了 毛泽东那一套 连酒精磨练的老乡任弊石 都看不惯 何况八杆子都扯不上的博古 可怜的毛泽东 下岗之后 不仅没有再上岗的机会 反而遭到更猛烈的批判 同志们纷纷与之划清界限 两年时间里 鬼都不上门 甚为凄凉 那种情况下 不仅毛泽东臭了 连毛泽东的路线都臭了 当然 博古也不是笨蛋 他知道自己不懂战争 特意带了一个高水平的军事顾问 李德 李德 德国人 早年加入共产党 1926年 被德国政府逮捕 随后越狱 逃往苏联 加入福隆之军事学院学习 和刘伯城市校友 毕业之后 进入莫斯科东方部工作 和王明很熟 如果说 博古仅仅是教条主义理论家 那么李德 就是教条主义军事家 按照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 博古认定 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 比国内土鳖高明 所以很仰仗李德 当然 仅听两个人 是搞不定所有事的 于是 博古就把 已能干出名的周恩来 吸纳入决策层 形成最高三人决策小组 每逢大事 博古和李德一个腔调 周恩来只有赞同 所以周恩来表示很惆怅 第四次反围剿 临时中央还在远方 作战计划由苏区中央举搞 也就是周恩来自己搞 他可以选择继承 毛泽东之前的战略战术 临时中央进来 毛泽东臭了之后 周恩来也不再是最高负责人 也就失去了采用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自由 通过之前的战争 周恩来已经逐渐认识到 毛泽东那一套虽然另类 但确实管用 但周恩来是一个调和主义者 他不可能去对抗临时中央 同时仅仅只有博古和李德 也不能拿周恩来怎么样 说句不好听的 没有周恩来的配合 估计没人拿中央的小伙子当回事 如果事情发展顺利 耐心周旋 再拖几年 等共产国际解体了 博古就会像汉末汉先帝 楚汉时期的楚怀王 或元末明初的小明王那样 是无法阻碍周恩来 走向领袖地位的 但是老原家蒋介石来了 再一次彻底打碎了周恩来 成为领袖的美蒙 第七节 蒋介石的人 自从担任黄埔军校老大以来 蒋介石也算身经百战 两次东征 两次北伐 蒋贵战争 蒋逢战争 中原大战 每一次都赢了 放眼九州之内 无人是敌手 颇有一统天下之气感 但是面对共军时 战士却一直不如意 如果说前三次围剿 有些许拖沓 那第四次已经是用了很大力气了 结果还是惨败 蒋介石非常伤心 他给陈诚的手艺中说道 唯此次错失 凄惨一场 使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是啊 出道以来 何曾受过如此窝囊气 痛定思痛之后 蒋介石决定亲自挂帅 带着国军和共军拼命 但蒋介石是一流的政治家 绝不是莽夫 他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兵马未懂 粮草先行 所谓粮草 就是钱 蒋介石虽有将这财团的支持 但仍感到手头拮据 于是向欧美列强贷款 购买武器装备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蒋介石一边开会 一边培训军官 统一战线 协调指挥 并且提出 加强政治宣传工作 一边靠军事打击共军 一边靠政治宣传 瓦解共产党和百姓的关系 为了保证成功 蒋介石改变了 长久以来的围剿战术 前几次的战略战术 试图以精锐部队 抓住共军主力 一举消灭 这是取巧 第五次 采取稳扎稳打 步步推进 示威藏桌 蒋介石联合了当时 所有能用得上的力量 集中百万人马 从四面进攻 百万人中 一半是军阀 一半是蒋系精锐 蒋介石任命陈继堂为 南陆军总司令 带领十一个时 阻挡红军向南进入两广 贵系叛军合剑 为西陆军总司令 带领九个时 防止共军进入两湖 东陆军总司令 还是蔡廷凯 只有六个时两个旅 共军出路 就在蔡廷凯这里 可惜 被一帮头脑僵硬的家伙 错过了时机 以上这些人 基本上是关重 出攻不出力 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点 就不错了 真正的进攻拳头 在北陆 北陆军总司令 为顾主同 五虎上将之一 国军高级将领中 最善于揣摩 蒋介石心思的人 北陆军分为三陆 第一陆军 陈兵永风 一黄一线 第二陆军 陈兵与 金西 重任 这两陆军的任务有两个 一边修筑堡垒 防止共军向北突围 一边侧应第三陆军进攻 向广昌推进 寻找共军主力决战 第三陆军 还是陈城的十八陆军 加强版的 另有空军作为机动部队 部署在南昌 如此本钱 蒋介石可谓 拿出了全部家底 下了最大的决心 施展平生所学 用了全部手腕 打算避其功于一役 面对来势汹汹的蒋介石 共军这边却乱了套 博古是书生 不懂军事 依靠共产国际专家李德 李德是福隆之军事学院样板出身 只懂得苏联那一套硬碰硬 比谁的肌肉皆是拳头大 欲低于国门之外 就是堡垒对堡垒 对李德而言 不要说游击战术 连中国话都说不了几句 但是却要制定作战计划 要下命令 要挑起千军重担 与此同时 共军的中下层将领 根本就不知道 所谓正规战为何物 游击战那一套已经融入血液 兵不懂帅 帅不懂兵 仗怎么打 之前都是国军乱成一团糟 共军铁板一块 这次恰好相反 国军相对完整 共军乱成一团糟 简于双方力量对比 结局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了 如果还有一丝变数 那就在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的选择将决定一切 1933年9月25号 国军进攻李川 宁都东北重镇 进入明北的要道 三天后 国军攻克林川 阶段进入明北通道 共军全力阻挡国军 向宁都方向挺进 但仅此而已 共军强攻拥有 堡垒依托的国军 装备和战略战术 劣势明显 损耗很大 失去了往日的魔力 蒋介石则趁机 扩大堡垒战术的威力 两个月时间内 共军没有任何进展 有生力量消耗巨大 如同落入陷阱的野兽 处处被动 按道理说 仗打成这个模样 应该求变 要改变战略战术了 没有 也无法改变 因为李德的战略战术 都是根据苏联模板 在房间里 对着并不规则的地图 设计出来的 这个战场 对不懂中文 又不懂中国农民和士兵的 李德而言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好吧 继续 1933年12月份 国军发动第二轮攻势 龚军却破天荒地进行决战 用简陋的装备 和并不熟悉的战术 硬碰国军精锐 结果很明显 失败难撤 三个月之后 国军又以优势兵力 进攻广昌 接下来就是宁都 然后可以直接进攻瑞金 龚军又是一再失利 内部还在争吵不休 李方说 李德指责总参谋长刘伯成 水平连一个普通参谋都不如 丢福隆之军事学员的脸 接下来三个月 国军又是一系列进攻 共军又是一系列失利 中央三人团为了最后一搏 竟然命令共军六路出击迎战 再败 等到八月份 共军已经被压缩在 瑞金 宁都 惠昌一县 狭窄的小地方 丝毫看不见反败为胜的可能性 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得知 国军将发起最后进攻 只好长征 再不走 只有等死了 如此这般 中央苏区没有了 那一系列失败 是共产党 党史上 军史上 永久的污点 如果要寻找失败的原因 无外乎李德虾指挥 毛泽东下岗失业挨择 其实胜败与否的关键 在周恩来身上 就在周恩来的一念之间 第八节 一念之间 虽然国军排山倒海的气势 从四面压过来 共军也不是必败无疑 共军最大的优势 在于流动性 动起来才有希望 那么国军四面压境 共军的希望在哪里呢 在东边 那里有蔡廷凯 蔡廷凯生于1892年 广东人 越军将领早年从军 在孙中山身边 由连长干起 一步一个脚印往上升 文部升为十九路军军长 蒋介石崛起那会儿 跟越军就摩擦很多 从李济深到陈济堂 蒋介石直到撤离大陆 也没能真正收服越军势力 蔡廷凯就是蒋介石 想收服而不能的广东老派军人 蔡廷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热血爱国军人 和吉洪昌张子忠一样 当然他也爱孙中山 一生都在围绕孙中山转圈 当初蒋介石和汪精卫决裂 蔡廷凯是倾向于蒋介石的 因为蔡廷凯觉得 蒋介石相比汪精卫 对革命更有利 因为蒋介石北伐 扫平了半个中国 但是蒋介石清党之后 蔡廷凯又觉得蒋介石太过分了 背离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于是开始同情共产党 和叶廷一起参加南昌起义 后又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粉丝 和共产党信仰不同 和平分手 中原大战中 蔡廷凯又帮了蒋介石一把 带领十九陆军驻扎上海 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短时间内占领东北 深深刺激了一帮军人 那时候中国纵然贫弱 却仍有一帮有血性的军人 蔡廷凯就是其中之一 日军在上海搞事 蔡廷凯不想做张学良第二 于是召开军事会议 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 大意是 鬼子欺人太甚 我下决心迎战 战死也光荣 不愧对列祖列宗 大有葛云飞 左宝贵 灯士昌 灵魂附体的感觉 蔡廷凯和十九陆军的态度 让蒋介石很不安 虽然和应亲去游说蔡廷凯 要适当忍耐 蔡廷凯觉得 既然已经忍无可忍 那就无需再忍 张学良忍了那么多 也就落得骂名而已 1932年1月28号 蔡廷凯指挥十九陆军 在上海和日军干上了 史称一二八事变 尽管在中国领土上 十九陆军却是孤军作战 以劣势装备 抵抗日军立体进攻32个日夜 直到3月1号才撤退二线 蒋介石一边给十九陆军高级将领 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一边把蔡廷凯骂得狗血淋头 之后蒋介石把十九陆军调到福建脚攻 蔡廷凯就和1936年的张学良一样 心眼里一百个想不通 其实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 就是拿不听话的军队和共军进行欲棒之争 他自己在后面扮演得力的余温 然而大家都不傻 1936年的张学良看到蒋介石的用心之后 毅然决然发动兵舰 1933年的蔡廷凯也一样 决定反蒋抗日 就在第五次围剿前夕 蔡廷凯和蒋光鼎派人前往苏区 找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 表示愿意和共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 并且在11月30号 国军进攻苏区的五天之后 发动了福建事变 简历抗日反蒋政府 对共军来说 这无疑是天赐良计 只要脑袋稍微正常一点都知道 和占优势的国军硬打硬拼 是占不到便宜的 如果能通过运动站转移到福建 再向北进入江浙地区 那么把江西让给蒋介石又如何 他的军队不可能常驻那里 周恩来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提意见说 可以集中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力量 通过隐蔽运动站的方式 碰沉沉的拳头 消灭一两个式 战略战术和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黄蹄战役类似 听起来虽然大胆 却是共军拿手的运动站 成功概率大于阵地攻防 如果成功 那么将和十九路军彼此配合 甚至可能打破国军的堡垒战术 赢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接下来蒋介石还能拿出更大的力量围剿吗 不容易 如果那样 那么历史必然改写 但是向来以大胆是人的博古和里德 又觉得这个战术很冒险 不批 历史到了拐点 考验一个人破例的时候 到了 一个人是否有决心成为领袖 就看是否有决心 在历史的拐点拿出有效行动 远的就不说了 看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人吧 蒋介石敢于清党 从而战胜汪精卫成为国民党领袖 纵横天下数十年 求收起义失败 毛泽东敢于把队伍拉上山 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周温来要做决定的话 阻力要小得多 只需要把书生博古架空 让里德一边待着去 就可以全权指挥共军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打拼 办法有很多的 可以说博古同志生病了 在某个地方养病 一个警卫牌 就可以把他伺候得很好 甚至还可以腹黑一点 至于结果 只要能赢得战争 所有的结果都不是问题 还可以说博古同志病好了吗 接回来养起来也可以吗 正如日后延安的王明同志 但是周温来犹豫了 原因无非两点 一 担心国际派背后的共产国际 二 对胜利没有十足把握 失败之后 可以让王明和博古当挡箭牌 正如之前的陈独秀和李立三一样 但无论哪一个原因 都说明了一点 周温来没有那种魄力和决心 缺乏领袖人物的狠劲 所以周温来 错过了历史赋予他的 那一瞬间的机会 永远失去 成为领袖的可能 是帮助人物的狠物的狠物 第二次回应 对小学生的东西 根本的小学生的狠物